大家好,我是社聯人財發展部的總主任,我叫Vicky 首先,歡迎大家參加今天2023年度卓越實踐社福獎領計劃的簡介會 開始之前,不如我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邏程 我們今天的簡介會,整個活動會到3時45分 首先,我們都很開心邀請到我們今屆的筹委會主席為我們支持 之後,我們會為大家介紹今屆的計劃重點,報名注意事項和重要日期 最後,我們都很開心可以邀請到2021年度卓越實踐社福得獎計劃 其中一個得獎計劃,做我們的分享嘉賓 希望透過他們對於上一屆的經驗分享和計劃總結 大家可以在未來策劃社會服務,或是報名參加今屆獎勵教育的時候 都可以有啟發和提示 待會中間,我們都會有問答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在活動中途馬上想到什麼問題 隨時可以在聊天室發出問題給我們 我們會等到問答環節時代大家發問 當然,如果到Q&A環節大家都想開咪的話 其實都可以舉手直接開咪發問 我想這就是大概今日簡介會的流程 在整個簡介會開始之前,我也想跟大家做一個統計 其實我也想看看,我應該會開咪的話 我也想問一下,大家在報名參加這個簡介會之前 其實是有沒有聽過卓越實踐社福獎勵計劃 又或者是Best Practice Award的呢? 那我現在先開咪的話 大家可能都可以幫我們答一答 看看我們也有個感應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應該要講到幾深入 還是其實大家都很明白的 我們其實很快講完,大家就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好,我再等十幾秒 好,差不多了 我給大家看看 我發現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們應該都不可以偷懶 都應該要很公平的 我想聽過的,可能看看今年有沒有一些新的轉變 未聽過的都希望透過今次簡介會 其實都可以了解多些 其實卓越實踐社福獎勵計劃大概是說些什麼呢? 好,我想開始之前,好像剛才這樣說 可能我可以說一點 其實整個卓越實踐社福獎勵計劃 其實在2003年開始已經舉辦了 這個計劃我們其實是每兩年舉行一次的 所以如果數一數手指的話 其實今屆已經踏入了第十一屆的計劃 而在過往的十一屆裡面 其實獲獎的項目是超過140個的 當中包括有些是savantic的機構 有些是savantic機構的社會服務計劃 其實希望透過這個獎勵計劃 我們除了希望可以表揚大家 在推動社會服務發展的一些卓越表現之外 亦都希望可以促進業界的分享交流 傳承一些卓越實踐的經驗 而為了配合 令到這個獎勵計劃可以更加配合社福界的發展 其實每一屆的獎勵計劃 我們都會邀請不同界別的代表 組成籌備委員會 為我們檢視和制定一些獎勵計劃的大方向 我們今屆也和大家介紹一下 今屆的籌委會成員 其實我們今屆的主席 邀請了香港聖基督教女青年會 中多人士楊建霞女士 另外其他委員包括香港聖工會福利協會遊行公司服務總監 梁翠環女士 香港理工大學蔡馬會社會創新研究院總監 林嘉勤先生 領展高級經理企業社會責任 陸嘉儀女士 社聯服康服務專責委員會委員 吳幸修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麗石音教授 香港家庭福利會高級經理獎者服務 王王景麗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高級經理王佩儀女士 還有明岸專上學院 合席副教授王麗娟博士 再次多謝各位委員 為今屆獎勵計劃的支持和付出 事不宜遲 為了隆重其治 兩年一度的盛智 我們先邀請今屆的籌委會主席 香港基督教女清理會總幹事楊建霞 女士Yvonne為我們支持 Yvonne也同時擔任 社力業界發展上設委員會的主席 現在我將時間交給Yvonne 謝謝 謝謝 好,謝謝Ricky 大家好 很高興 今次在卓越實踐在籍社福 這個獎金裡 其實我們籌委會也開了一次會 組成有一些舊的成員 也有一些新的成員 大家都有很多討論 雖然已經是第十一屆 但對於一些標準 以及對於我們的服務 是否可以持續發展 其實大家都給了很多的提示 以及進入 所以我們都在第一次會 都檢視了一些指標 一會兒 Wayman也會詳細 和我們去介紹一些指標 因為我們都很重視 這個Best Practice Award 很希望可以認識 在業界做得很好的社會服務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以及可以承傳 給其他機構 都可以有很多經驗的參考 今年我們特別有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都定了 那個年度主題獎 就是用人、社會和科技 三個元素一起去組合 大家都知道 在科技上 其實接下來我們在社會服務裡 都走不掉 都要掌握很多科技的發展 但是我們都希望我們說 科技一例 都不僅是技術或冷冰冰 我們都很希望結合到 人情美 以及我們在社會服務裡 能夠如何更加貼心 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所以我們就定了 人、社會和科技 結合了這三個元素 作為我們年度的主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獎項 在未來再加上社會 也會在上次的議會 都做得很好 在每一年的議會 以及我們也希望在以後的獎勵計劃 我們也會舉辦多些分享會 希望可以在分享會裡 和大家更加深入去分享 各個得獎項目的心得 所以今天我們都很開心 稍後晚一點 我們講完計劃之後 都請到西貢區社區中心的服務總監 Eva 和我們分享 他有一個得獎的服務 稍後他也會深入去和我們分享 希望我們稍後都能夠多些交流 好 那我講到這裡 那就交時間給Raymond 好 謝謝Yvonne 來到下一個環節 我們請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任務總監 賴君濤先生 Raymond 會和我們簡介一下 2023年度獎勵計劃的重點 現在將時間交給Raymond 好 謝謝Vicky 謝謝Yvonne 大家好 我們有一個PowerPoint 先跟大家分享 好 你看到嗎 看到 OK 好 謝謝 以下時間我會重點大概20分鐘 多一點 可以講解在今屆的 Best President Award 論的一些重點 好 我們今年其實是第十一屆 我們每兩年一次 其實這個計劃的目標 是有三個重點的 第一個就是希望人能夠 培養到西貢區服務的 就是卓越實踐 第二就是證明 剛才Yvonne有提過 就是我們都很著重 在界內一些的經驗交流分享 因為這個是一個對成全社會服務專業 發展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而第三件事呢 也都希望透過一些獲獎的機構項目 是能夠讓界外的朋友 能夠了解多些 其實是否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好 我想有一個關心 就是在今屆的計劃裡面 有什麼獎項呢 其實我們在上一屆 第十屆 其實在一些獎項裡面 是做一些重整 希望能夠帶出我們 希望能夠加上一些重點 在今年裡面 其實有兩大類 包括第三類 包括一個叫卓越社會服務長 顧名思義 就是希望能夠獎勵到一些 即是卓越實踐的 結出的計劃或者服務 而第二個部分 剛剛Yvonne也有提過 其實我們在去年開始 我們重整這個計劃 也有談過 就是我們希望可能 在每一屆裡面 可以選擇一些 我們在今屆很想去 去promote一些卓越實踐指標 作為加享的項目 所以今屆我們會有三個獎項 關於這個卓越實踐指標 包括創新 協助及協同 和孝林 好 而第三類獎項 就是我們都知道的 社會服務 其實是對當下的社會環境 的回應性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今年也有 訂立一個叫做年號主題獎 希望能夠在界內 和界外裡面 能夠讓我們去了解 因為前瞻性的發展 是怎樣能夠做得到的 今屆主題就是 人、社會和科技能 好 至於去到評審 程序會怎樣做呢 跟過往我們一樣 我們要分兩輪的評審 第一輪的評審 就會透過大家 在網上递交一些 一些計劃的內容 我們就會做一個評審 一個Paper Writing 而在第二輪評審 就經過第一輪 你挑選之後 我們會有若干的服務項目 就會透過面談回報 讓我們的評判 能夠更加知道 你們的計劃的重點 而進行評審 好 剛才也有提過 我們去年開始 我們就將有七個 的卓越實踐指標 就一入了在這個評審裡面 其實這七個指標裡面 是經過我們上一屆委員的努力 我們透過本地 和在海外一些相類似的 阻礼計劃裡面 做參照 我們都在思考裡面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 實踐指標 能夠讓界內和界外的朋友 知道在未來的服務發展裡面 有七個很重要的項目 包括創新 協作及協同 回應性 服務使用者參與 實證圍本 效能 和參考價值 這七個指標裡面的 詳細資料 其實在我們 Best Person Award的網站上面 可以看到裡面 一些很仔細的 我們的簡介 除了一個實踐指標之外 在每一個服務的推薦 其實如何能夠 好好管理項目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另一個 學評審的標準 就是項目管理 而在這幾百個 學服務評估的準則之外 剛才有提到 如果因應 如果一些機構 會參選年度主題的話 我們會加多一個準則 就是就著年度主題 做一些評審的 好 以下時間我們就嘗試 簡單說一下 其實每一個 七大的準則 其實大概是什麼 A就是關於創新 我們是很強調 在實施一些計劃和方向 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透過不同的部分 帶出創新疑念 包括就是EAS 他們提供服務轉發的模式 或者透過一些什麼工具去實踐 以下我用回 剛剛上一屆獲獎的機構做一個說明 例如 怎麼說是應共創新疑念 例如在我們其中一個莫長計劃 講基層的清潔工支援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它要作為 清潔工作為一個社區資產 一個complete asset 去如何從一個受助到至強的角度 去能夠突顯到他們 在對社區的貢獻參與 又或者就是在 例如在西貢區一間EAS 可能都會多說一些 就是在一個新的服務模式裡面 透過視像診證 改變一些提供服務的模式 或者就是透過在這幾年 我想很多機構都會很強調 就是透過一些資訊科技應用 譬如用VR 如何可以在那個計劃裡面 能夠回應到一些需要 支援服務對象 第二個就是協作及協同 我們也很強調 其實在推薦這些服務項目的時候 一些跨界合作 跨專業合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譬如在我們跨境學童 和家庭支援的計劃裡面 就是透過石谷界 和教育局 和中小學 透過一些不同的工作 支援到跨境學童的需要 又或者就是在疫情裡面 透過一些生產商 在一些獨純有視的口罩上面 一些小小的轉變 透過跨界協作 是能夠幫到一些籌帝的朋友 第三個部分就是回應性 這個回應性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剛才有提過 就是當下的社會需要 其實很靠我們一些 工作介入 是能夠有效的回應 剛才有提過 譬如瓜經學童 特別在疫情期間 如何支援對你 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 或者就是透過一些線上線下模式 去如何幫助一些青年朋友 在一個投職上面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支援 第四個部分 就是關於服務使用者的參與 很多時候我們會強調 除了我們的專業介入之外 如何服務受眾 無論是服務評估 到服務介入裡面 他能夠有一個參與的角色 讓那個服務更加到位 譬如剛才也有提過 譬如在清潔工的計劃 或者在一個智力奇景學習計劃裡面 你看到裡面 就是參與者在裡面 他不單止是拿服務 而在服務提供裡面 都扮認一定程度的角色 E就是實證圍本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認同 就是透過一些實證圍本方式 一些數據 如何去證明我們的介入是有效 這個不單止是能夠 將我們的服務更加精益求證 更加完善之外 亦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讓公眾人士 了解我們的服務帶來 一個什麼成效 譬如在其中一個 要幾個半小時裡面 是透過實證圍本的方式 去由研發去提供服務 又或者在另一個計劃裡面 都是透過一些不同的理論框架 去階緊我們的服務 如何繼續發展 另一部分就是關於效能 剛才提到我們都很強調 就是impact-driven 我們如何能夠是透過 去提供一些介入 能夠為社會 為服務受眾 能夠帶來更大的改變 我們在一些獲掌計劃裡面 無論是精神 健康 或者一些非華裔學生 支援裡面 我們看到透過一些 不同的方法 去證明到 其實我們是為這些受眾 以至社會發展裡面 帶來一些很大的鼻翼 最後一個就是關於參考價值 我們看到其實很多服務計劃裡面 是做很多pilot 一些prototype 我們很強調就是一些試驗的 成績計劃裡面 如何能夠持續發展 是更加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是讓一些不同服務 能夠參照 這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很著重的 譬如說在一會兒的EVA的計劃 都會說到 我們也看到 當我們去說社會服務 是要用資訊科的影響的時候 如何能夠延伸 去到一個真正 一個很具體的service model 讓其他不同的服務 都能夠參照 一會兒都期待EVA的分享 好 提了七個的 除了首先指標之外 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把一些意念好好地管理 透過一些有系統的計劃提供 其實都是社會服務專業發布的部分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都很著重 就是如何透過策劃 執行和管控的相關任務 這個無論是對我們的分隔 對我們的服務受眾 以至到我們的服務專業發展 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好 另一部分 剛才也提過了 就是今屆我們以一個人 社會和科技做一個主題 我們在籌委會的談談過程中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也考慮一下 第一 在社會界發展中 資訊科技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但作為一個社會服務 回到我們當中的受眾 我們人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我們在這部分如何平衡呢 所以我們其中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在這個主題裡面 我們希望擺放一個元素裡面 包括第一 就是科技和人情的結合 第二部分就是透過科技 一個媒介 但如何能夠促進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無論是社會服務的同工和受眾 可能是受眾之間 以至到可能是受眾和社會社區家庭的人 這部分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主題 能夠大顯 當我們在追求一個資訊科技的應用的時候 回頭去說 就是小服務本質 我們的價值 是什麼 這個可能有機會交流 大家可以講一下你們的想法 好 關於參選資格裡面 跟過往一樣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的社會機構會員 但一個很重要的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們會 要求在2021年4月 至到2023年3月中進行中 已經完成 但是也進行了一個檢討的計劃 在作為一個參選資格 而這個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如果假設機構想參加我們聯導主題長的話 這個是大家可以選擇參與不參與的 當然還有一個交叉 就是如果你曾經獲獎過的計劃 或者服務 那就不能夠參選 好 應該說最後一個PowerPoint 得獎機構的參與是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會邀請大家 獲取機構參與 出席的街上去 以及其他宣傳活動 因為我們也很強調 就是要有一個平台 讓大家 去將大家的工作成果 能夠展現出來 第二個部分就是 剛才一直都有提到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機構目獎 能夠跟界內的朋友多些分享 因為我們相信 透過學習一些成功的經驗 或者中間的挑戰 是有了於整個社會服務界的專業發展 第三個部分就是除了界內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公眾去做分享 那就應該大致我的分享 那待會再交給Wiki 我們再分享 謝謝 好 謝謝Raymond 那我現在分享一下PowerPoint 好 接下來我想我用大概五分鐘至十分鐘的時間 可能都和大家很簡單地走通一下 其實今年報名表裡面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以及沒有什麼特別注意的事項 那希望大家在填報名表之前 都大概知道有什麼資料是需要準備的 那我們好像上屆一樣 其實我們今屆都只是接受網上報名的 那今年我們的網上報名 會是在Google Form 進行 那其實如果你去回我們現在 右上角的網址 其實裡面都有條連結 可以去到我們網上應用的Google Form 而那個報名表裡面 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會希望大家填一些機構 或者你們單位的資料 到第二部分 會一些關於你們想去計劃 即申請計劃的一些簡介 第三部分 就是多些是說回 其實剛才說的那7加1的一些評審範疇 和你們計劃 其實是怎樣去示範 其實他們在各方面有些卓越的表現 剛才說過了 我們會在Google Form 進行 這個是大概的版面 會是這樣 而其實關於Google Form 第一部分 關於單位的簡單資料 其實都是一些基礎的 關於你們的機構名稱 聯絡資料等等 因為我都知道其實社聯 我們是不斷有 也繼續有收新的會員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Google Form 裡面那個名單 還沒有更新 原來你是一些新加入的會員機構 你可以在選擇那裡 選擇以上街口 然後在下面的問題 答回你的答案就可以了 而且剛才Ramen說的 今屆的參選資格會是社聯的機構會員 所以這裡也希望大家在那裡 確認你們合乎的參選資格 關於這一部分的聯絡資料 因為其實我們中間也會有很多 關於電郵的事情 可能會詢問大家的一些申請 或是約會大家的時間 所以希望你們在這裏 留下的聯絡點 甚至是電話和電郵 都是一些會常查 會容易找到你們的資料 關於通訊地址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可能 例如將來我們有本書 想寄給大家的話 都會用現在Google Form 通訊地址寄給大家 所以也希望大家會填一個 你們容易接觸到的 一些聯絡資料 去到Google Form的第二部分 會是多點關於你們計劃的 開始時期和結束時期 如果你們的計劃或者服務 其實現在還是進行中的話 其實你們的結束時期 可以是一個你們預計 大概的計劃會幾時完結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 這裡沒有一個適合的選擇 另外多一個提醒大家的 就是看到左邊的下面 其實有一部分是 關於你們計劃服務的資金來源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提過 會不會你們的計劃 原來也有些資料 或者一些跨界別的合作 是一起令到這個計劃 是促進到它發生 甚至升級的 如果有的話 都建議大家可以在那裡 寫你們資料的名稱也好 或者是大概的資料 是來自甚麼機構的 那關於這裡 特別可能注意的地方 就是剛才有提過的 其實年度主題獎 是一個大家可以自行選擇 參選不參選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們是參選不參選的話 就選擇相應的 如果你們最後沒有參選的話 其實後面相關於 有關於年度主題獎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選擇去 就不填寫的 那另外呢 去到關於服務簡介了 因為其實我們都為了公平性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有 自數的限制的 那無論你是用中文 還是英文 我們都是用400個字作為 計劃服務簡介的一個 自數限制的 那所以可能大家在填份方之前 可能你在文章上 可以大概都計算一下你們的文章 之後才把它 copy and paste 放進Google form 到第三部分 就像剛才提到的 也想看看大家 就著現在畫面 看到7加1 再加上年度主題這個範疇 我描述一下你們的計劃 其實怎樣呈現到 在各方面的表現都很揭露 我想這裡給大家一些提示 因為其實一來 就像剛才所說 其實都會有自數限制的 每一個部分的答案都不多於400字 都是無論中文或英文都是用這個400字的 而另外我們會有少許的建議 就是因為可能通常大家 我打算創新這個字 如果你只是用創新這個字去想 其實是什麼的話 可能你們未必答得中那個題目的 所以我們都建議 我們都會在Google form 甚至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所以這個都建議大家 可能在填之前 都可以看清楚 其實原來創新 不只是說一些新的意念 原來轉化服務模式 又或者用一些新的工具 其實都屬於創新的 所以可能考試都是這樣的 就對應一個題目 但分一個 你們覺得其實你們計劃 真的正在做的東西下去嗎 可能對於評審來說 他看的時候 都會容易消化 還有都明白多些大家計劃 是做得有多卓越的 所以可能去到第三部分 就會按著七項卓越實踐指標 都會希望大家可以寫相關的資料 去到剛剛提到 i改革年度主題這個題目 如果你是沒有參選這個年度主題的話 你可以 skip改革 而最後的補充資料 就是如果有些東西 你都覺得很值得上評審了解和知道 但又不是剛剛說的評審範疇的話 或者可以用不多於四百字的字數 都可以在那補充一些 希望評審都知道的資料 最後一部分 就是我們都知道 大家的服務應該都很精彩 和很卓越的 所以可能有時候 用文字都未必足夠表達 裡面的一些重點和一些 highlight 所以可能我們那裏 都可以給大家 如果你有些其他文件 例如一些單張 或者有一個影片 或者有其他資料 或者有其他資料 都想補充你們的項目 都可以在最後那一部分 用不多於五個檔 都可以上載在Google Form 裡面 而且因為令到評審容易看 希望你們上載 那些檔 都可以改回一個清晰的檔案名稱 如果不是我怕評審 就未必會逐個逐個去看 到最後關於時間表 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我們今屆的獎位計劃 的直指報名日期 就會是6月16日 我們收了報名之後 我們會進行一個Paper Vecting 應該到大概2023年的7月 我們會有第一輪的結果公佈 隨即公佈完之後 我們應該會通知一些 進入第二位評審的一些參選計劃 而第二輪評審會在大概8月份發生 到9月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可以公佈到 今屆的獎名單 到年尾的時候 我們預計頒獎禮 都會在今年年尾進行 到最後這一部分 就是剛才提及過的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去看網上報名表 那條Hyperlink 另外 因為都明白 今年我們的科目是Google Form 大家知道Google Form 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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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也不知道後面會填什麼 所以如果你上回我們網站 其實會看到有一份 應該是PDF Document 叫做填寫報名表的注意事項 其實如果你按到那份Document 其實整個Google Form 會問什麼問題 你們應該要填什麼 你可以一次過在同一個文件 看到的 你們就可以準備好資料 再一次過把資料 即是寫入或是寫入Google Form 希望方便大家填寫 這是我們的查詢和聯絡資料 因為今天的內容 事後整理完之後 都會上我們的網站 如果有些查詢 或者有些東西忘記了 都可以看看今天的錄音和錄影 在這部分 或者我先停一停 因為我想我們之後 就會進行第二個分享環節 但我也想看看 如果到了這部分 會不會大家都已經有些問題 是關於剛才我們介紹計劃的一些內容 這一刻如果想到的話 大家都可以現在打到聊天室 或者開麥克風去發問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我們會直接進入第二部分的分享計劃 好 我看到大家應該是消化中的 不要緊 因為我們整個活動到最後 都會有另一個問答環節 所以如果大家去到那一刻 再想到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再問的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問題在聊天室 他就想問一下一個單位 有沒有提名數量的限制 我們應該是沒有一個單位的提名限制的 反而是project計的 因為我想這個計劃的申請 是用一個project 用一個服務計劃為單位的 所以應該是一個機構 或者一個單位 可以提及多過一個application 好 如果不清晰的話 可以再問我們 不如我看現在都應該沒有第二條問題 不如我們現在直接下去第二個環節 剛才提過 因為我想從上架開始 其實我們都希望獎勵計劃 不只是一個頒獎那麼簡單 其實最重要的反而是一些得獎的計劃 他們的一些場面 實踐經驗 如何跟多人分享 大家互相學習和交流 所以今天很開心 我們可以邀請到2021年度 卓亦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的 其中一個得獎計劃代表 西貢區社區中心的服務總監 陳傑華女士Eva 就做我們的分享嘉賓 我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西貢區社區中心的得獎計劃 西貢鄉郊社區視像診證及藥物指導試驗計劃 在2021年度的獎勵計劃 同時獲得三個獎項 包括卓越社會服務獎 服務模式獎的創新意念 服務模式獎的實證圍本 所以在以下的時間 Eva會分享一下 他們得獎計劃的重點和特色 特別是在七項卓亦實踐指標 有關創新意念和實證圍本的元素 事不宜遲 我將時間交給Eva 謝謝Eva 謝謝Vicky 我先分享一下我們的畫面 好 首先很感謝社聯 因為其實在Best Practice這個獎項 我們2021年那一屆 其實都有很多很優秀的項目 是得獎的 所以都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其實我是到他頒獎禮那一天 其實先有些人跟我說 這個其實是社福界的奧斯卡來的 奧斯卡獎 原來這麼 很享受獎項目的 去獎項目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 無論你的機構 是大機構 或者好像我們是一些中小型的機構 如果你覺得你的項目是值得 讓人知道更多的 其實都不太介意 可以試一下踏出這一步 去做一個申請 與此同時 因為西貢的網絡是很差的 所以我也在這裡先說 可能我們都會有一個信號 可能你們會有些疾的情況出現 我今天也配合今年的年度主題 就是怎樣用科技去開拓 一個創新的社會服務 或者我先花幾分鐘去介紹一下 我的 對不起 我先花幾分鐘去介紹一下 我們的機構 讓大家去了解多少少 因為我們的機構其實是一個 單頭機構來的 其實我們的機構就是我們的中心 中心就是我們的機構 但是我們在西貢區 其實已經服務了超過五十多年 我們的創新的單位 只有一個ICYSC 但是我們機構一直都是用一些資料 或者是項目的形式 去營運很多元化的服務 包括任意、掌捨、扶貧 和基層醫療的服務 作為一個社區為本的服務單位 其實我們也是有一個使命 希望可以回應鄉郊的需要 同時我們也是社聯的會員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有這個 我們會開始有一個操縱的項目 其實我們單位雖然小小 但是我們服務的區域 其實是很寬的 由清水灣半島 可能你們進來 由船河 就是由彩虹搭車進來 去到西貢 或者由西貢出回去馬安山 就是西沙路一帶 甚至乎一些偏遠的小島 包括梁船灣 或者是西灣 其實都是我們服務的階段 整個西貢區有百多條村 我們有這麼小的機構 但是我們要收入這麼寬 這麼多的村 其實我們在照顧上面 其實都是有一個成本的考慮 但是我們在疫情之前 就做了一個訪問 那麼我們訪問了 二百多個鄉郊的老人家 那麼當時就發現 有差不多九十六個百分比的 獎者 其實他們是沒有用 就是政府資助的安老服務 或者是一些醫療服務的 那麼另外有六成半的 受訪的老人家就說 我如果要去張君澳 或者是市中心那裡 用一些醫療的服務的時候 其實我是需要搭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 以及要經過一些樓梯 但是跟市區的長者一樣 其實他們很多都有一些關節的問題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數據 其實對我們來說很震撼 就是為什麼整個九十六個百分比的老人家 他們都沒有了主流的醫療和社會服務呢 那麼其實我們都得出有兩個 就是服務的需要的 那麼第一個就是我們在社區上面 一些資料 就無法進入鄉郊裡面 特別是說一些公營的醫療服務 那麼第二就是在鄉郊那裡做服務呢 其實我們那個服務的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舉例例 譬如可能在市區一個姑娘 她上一個公共屋邨那裡收拾羊 那麼可能一個上午她可以收拾到六七個 但是對我們來說 可能姑娘收拾到兩個已經很厲害了 那麼還有一些很長的旅程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 就衍生了我們接下來這個分享的項目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不打算長講我們的項目 所以我大約會用四至五分鐘 跟大家分享一條 關於我們這個計劃的片段 那麼大家就會有多少少掌握了 那就麻煩Catherine 我們看到鄉郊長者可能身體上的行動不變 再加上地域上的限制 其實可能慢慢他們會成為一群被隱蔽的長者 那說他們可能是因為出不到街 而同社會脫了軌 所以想令到他們拿一些公共社會資源 其實相對會有一定的困難 我們看到就是鄉郊在服務上 其實都要更加是到戶 或者用外展形式 將他們的服務 他們可以用同等的機會用完 你好 早安 那你晚一點 11點吃飯的時候 記得吃藥 有否痛 當然痛 呼氣 再來 我們開始這個視像診症服務 就是因為見到在鄉郊裡 長者去接受一些醫療服務的時候 其實可能在地域上 他們已經有很大的限制 他們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往一些 就近的醫院 再加上就是新冠疫情的爆發 我們都希望在這個服務下 可以令到長者減少一些去醫院的次數 避免他們有一個感染的風險 這個服務是由我們的醫生 護士 以及我們的藥劑師去組成 嘗試將一些在醫院的覆診服務 去為長者 帶到他們入屋 最主要要準備 就是監測衛生指數的用品 包括了血壓計 血氧機 耳探 還有血糖機 聽筒 去聽聽他們身體一些不同的狀況 最近在家裡有沒有跌倒了嗎 沒有 沒有 呼氣 呼氣 除了剛才我說的 那些衛生指數的用品之外 我們都會帶來做視像診證的工具 包括了平板電腦 一個WIFI彈 鄉膠始終網絡的覆蓋 就不是太穩定 又或者不是很全面 早上 熟醫生 聽得清不清楚 那個血壓和衛生指數 剛剛都傳給你的 對腦有機來說 生活上的自主性 其實都很重要 他們可以在一個 從小到大住的地方 熟悉的環境 當老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已在1930年出生 一月一途 只要過幾年了 我六十年半人都知道 我那時走得熊熊熊熊 都不累 現在走得熊熊熊熊 腳很累 我好勁就腳不能走 我不是那麼勁 好 那就好 八十六歲 今年 到醫院 有一年 最高紀錄 入過六次醫院 我两个七头 换七头教的时候 我七十岁换 今年都八十六岁 现在还可以走去房 走去厕所 就是说我不能去西贡 带来的困难有很多 就是抬我出去变医生 我现在还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其实他双脚都换了两边膝关子 用了十几年 其实他的膝头已经不能出屋 再加上他屋外有条西贡的斜路 斜路是石屎路 很多碎石 其实很难让他们可以出到 去接受一些诊所或医院的服务 多谢泽善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先步计划 去做一个视像的诊证 去为一些乡胶长者提供一个很全面的医疗服务 在整个计划完整之后 我们看到长者和医护团队 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加感密的沟通 打开心所去说他们在病患上见到的困难 或者他们日常生活中他们遇到的事情 其实跟病患关系 我们的团队又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细致 再进行指导 令到他们真的在长期病患上 更加有信心打理好自己的身体 作为一个医护人员 我自己最开心的是 可能会见到他们在成绩上 即是健康的成绩表上面有进步 我想对于长者本人来说 每一次去覆診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或者对于家人来说也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要整个社会的制度 有得变化才行的 你的制度不变化 你说你叻都没用 好,Catherine可以停了它 谢谢 其实我再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 可能你看到的时候 你们是怎样去想这个项目的概念出来的 其实当时就是刚刚 COVID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很多长者 其实他们都是很担心 要去到医院那里覆診 他们就会 禁止了覆診 或者是直接说 我不去了 我们看到这些案子 在乡家都很普遍 刺激到我们去思考 而且我也想说一说 其实所谓的创新 都不是真的 由零想到一百 一声会突然想到的 其实我们也是看了很多 外国的一些 做乡家的服务模式 去刺激我们 看看有些什么 可以放在本地 去借镜 而且我们做视像证证 可能香港在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 教授 Jin Wu 已经开始做了 那我们的特色就是 他是第一个 在社区里面 而他是有配养 而且他做的那个 诊疗 不是只是说 伤风感冒 一些短期的疾病 他是说 一些长期 抗亡病患 的长期病患 的介入 所以我们这个 project 我都可以说 种种原因加上 其实他都应该是 整个香港 第一个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那好了 那 这里 不特别说 那 那 其实我们整个 project 其实他的flow 我们都是 就是 有写到一个 计划 出来的 那在这里 为什么我会将 这个flow chart 去写出来呢 那因为呢 我们这个project 我们很开心 其实除了拿了却月 社会服务奖之外 我们是一个服务模式 和在那个实证维管里面 都得到奖项的 那所以呢 就是 这个是一个小的提示 就是如果 你都有兴趣去 就是 割造这个奖项 其实你要很清晰地 表达到 或者到时 你和评审他们 一定会问你 就是你的 模特是什么 是的 好了 那我特别 就在我们两个得奖的指标里面 我有一点 就是 就是 今年社年都很好 他们写得很清楚 究竟 就是每一个指标 是代表什么的 那其中一个 创新意念里面呢 他是说 就是 我们这个project 就是说 如何有一个 新的服务的模式 其实我们就是 把ICT 就是一个 资讯 就是 资讯科技 配合 社医的合作 是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就是 刚才伯伯都有说 就是 你的制度不变了 多丁都没用 其实呢 就是改变了一些 传统的医疗训诊的服务模式 那从而呢 就是令到 就是 香蕉的医疗的 可达度 和灵活性 就是 大大地提升了 那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实证围管 那 我们这个project 都很开心 因为 就是当时我们 虽然未打算拿 Best Practice 这个奖项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觉得 应该要做一些 就是 data collection 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pilot 所以我们都很想知道 这个成效是怎么样 那我们这个project 呢 就用了 Discrete Model 去评估 整个服务的成效 那 那特别里面是针对了 就是 使用者的医疗知识 他自己管理慢性疾病的效能 以及他对整个服务的满意度 的质性评估呢 其实我们都有得到的 那其实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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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theory of change 以及你的 logic model 是什么 那所以我想 都是一个提示 就是如果你们 打算去 建设这个 board 的话 其实呢 都最好就是 准备了 就是 你的 theory of change 以及你的 logic model 那 其实在答案的问题 就是 你这个可以 就是 你这个 intervention 你这个介入 其实是在解决 什么问题 还有 你是不是一个有效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 这样 那 他就像我们这个 project 那 那其实我们 就绝对是在解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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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不了 就是使用医疗服务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 我们整个 就是实证围管的里面 我们其实都很重视 就是 我们除了一些量性的 我们的质性 我们都有的 那今天呢 其实我就是想给一个 Tips Tips 大家 Tips 的提示 是的 得奖 应该是他各族的提示 就是 就是 technology in practice and service for social work 的意思呢 就是 就是我们呢 就是一个是 科技 和 人性 人性化的 结合来的 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忘记 就是 当你们 不要看到这个 topic 是科技 就不要忘记了里面 就是 我们做社会服务的初心 是的 譬如 好像我们 2021年的时候 我们那年的年度主题 是逆年的 是的 那我们都特别看到 就是 今年就是人社会和文科技 但是 我们去想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有对焦 在疫情之下 就是 社会服务 其实应该 做一个什么 role 那 我们这个 project 的初心呢 和我们机构的 mission 是一样的 是的 就是我们相信呢 在乡郊的老人家 其实 我们的 mission 就是 无论远近 生意平等 就是 无论他住在远 或近 其实他得到社会服务的 权利 是应该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这一个呢 正正就是我们社会服务的初心 那 最后呢 就是一些经验上面 就是 就是 有几个点子 我都想在那里分享 那第一呢 就是 就是 我也鼓励一些 中小型的NGO 是的 不要担心 是的 就是这样 试一下 是的 就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 周小型的NGO 有个优势 就是我们 有时候那些project 是可以精准落地的 是的 那就是以我们现在这个project 来说 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特别针对一些 很个别 或者是主流服务 企业不了的 一班服务的对象 就是我们去 为着他们去认为 一个新的服务模式 那所以呢 对我们的机构来说 其实就住 乡郊的服务 或者乡郊的长者来说 整个project带给我们呢 就是这个面向的 就是服务发展的一些提示 那第二呢 就是 对我们的机构 一个好处呢 就是当我们拿了这个奖项之后呢 其实我们都有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和业界去 就是其实是社福 或者是非社福的界别 都是的 是可以展示到 我们一间这么小的机构 其实我们都可以有能力 做到有质素 創新 和是一个有前瞻性的计划的 我想这个呢 都是对我们 整个参与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意想不到 那刚才那个片尾里面 也都说过 其实我们的project 也都拿了全球最佳抗疫奖 那事实上这些奖项 对机构来说 那这个好处就是 除了我们有连续记录之外呢 其实是吸引了很多不同的新的伙伴 是的 那刚才你们如果有细心看 我这个project 其实是做18个月的 那其实所以这个project 已经做完了 那但是呢 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拿了这个奖项之后呢 其实我们有2.0 是的 我们不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一个服务的延展 虽然责事真是继续支持了我们的部分 但是我们有新的资金 去继续支持我们另外一些部分的 那所以我想在整个经验里面 就是很鼓励到我们去 评论我们的服务 是的 再想究竟我们的服务 的发展 应该要怎么样走下去 那最后呢 我也是很感谢社联 在我们得奖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包括Facebook 社联频道 或者是一些电台的访问 其实我们都被邀请了很多次 那的而且确令到 就是这一年呢 是的 就多了人认识我们的机构 和香卡的基层医疗服务的 那所以我在这里 都很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自己都说得去的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有信心 你的project是好的 是的 那你就不妨去试试申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 那我先交给大会 好 谢谢Eva 也谢谢Eva 很精彩和全面的分享 而且我们是没有夹过的 就是刚才Eva 讲关于提示 也好什么都好 所以我相信 其实一个奖励计划 我们都希望它不仅是颁奖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都希望做到 其实对于机构来说 可能参加奖励计划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大家试下整理一下自己 或者总结一下一些 一路做计划的一些服务的经验 那我想有时候要靠不断 大家自己review自己 其实才可以不断地进步 甚至乎在想 推展其他服务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是要做到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再进入一个Q&A 环节 如果大家有关于 无论是想问一些 向Eva多些关于计划的问题 又或者原来关于奖励计划上 大家都有些想知道多些的话 其实都可以随便 在聊天室发问 又或者可以在那个Zoom那里 举手 如果同时见到 我们都会给大家 邀请大家开会发问的 还有我想Eva说得很对的 我们都觉得 其实是大机构和小机构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 很结出的社会服务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担心 现在这一刻的机构 或者Unity 其实是 做到Project的Scale有多大 或者其实Manpower有多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大家做的东西都可以 是相互重要 还有那个Impact都可以是这么大的 我看看现在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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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ky 我有一个小补充 好 因为都是我自己 去到第二轮面试的时候 一个小心得 因为我们要在很短时间 去令到评委去理解我们 整个Project 所以我想在准备文件的时候 大家都不妨可以用多一些图像 甚至乎我刚才有提过 例如可能你的Surface Flow 你的Theory of Change 你其实那个Flow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准备一下这些图像 帮助他们了解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Eva 还有我想另一个小提示 就是因为都知道 平审是会按住7加1的指标去做评分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表述 或者表达的时候 都可以就着那些方面 令到平审知道 你在那些地方 都真的有想过 这就令他们很快就知道 原来你们说的东西 是关于那个指标 好 我现在看到有一条问题 就说 如果我在创新方面做得特别好 但其他方面未必做得好 标签 有没有机会只得到 却月实践指标的创新奖 这个问题 不如我交给Raymond回答吧 好 我想我们在7加1里面 其实我们都很着重整体性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 创新服务的实践 应该是不同范畴 都有一定的水平 而这个水平应该是 都代表到 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一个标准 所以我估计可能 这个我估计也是 我们的评审去评选的时候 按我们的基准就会去评选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在创新里面 是有标签之外 我们都觉得他们 应该在其他部分 都有一定程度的水平 我估计大致上 我们会这样看 听听一下Yvonne或者Wiki 有没有补充 Yvonne有没有东西想补充 应该没有 其实我们是整体的 简单来说 所有的指数是整体的 对 没错 我们会拿回平衡的 但是如果在某一方面 做得特别 表现出现 可能取得奖的机会 就会大一点 另外有一条问题 如果服务使用者的 数目较少 是否会影响鼻分 Raymond或者Yvonne 会否也想补充 其实我的计划 都是只有40个用户 所以我想 又不是看外出 看外出更多 可以不说 Raymond 我这样理解 可能特定说 有一个数目 就是说 一个奉务使用者 就是很远末 反而我看整个设定 以及奉务使用者 在参与过程中的影响 我相信 评计评审也是整体性去看这件事 我想补充 Vicky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用7加1的标准 其实反而是让机构 当你再去revisit 这个计划的时候 那8个的domain 其实反而很着重 你如何去整理你的经验 透过你 你自己作为主办方 即作为机构 去整理你的经验 我相信 评审就会按下 那个基进之外 更加会想听到 你们如何去整理那件事 所以我认为很难 也未必只是单纯说 有多少个数目 就作为是很远毫的 好 谢谢Eva 谢谢Raymond 我看到还有一条 另外如果 想问一下 如果计划只有9个月 是否都会考虑 我计划只有9个月 因为我们应该是计划 由21年开始 其实你中间有没有做过review的project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吗 没错 我应该刚才有个part one 或者大家在网集看到 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那个计划本身 就是由21年4月至23年3月 就是两个财政年度里面 就是举行完成或进行中 但是最重点就是 这个进行中过程里面 你都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 所以计划长短呢 我相信未必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反而是着重一点 就是你整个设定计划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段考虑 和你本身想预期达到的效果 应该是有关系的 所以可能就是重点在于 你如何去理解和演绎那件事 是觉得是真的 透过你的介入 是帮助一些服务对象 或者社会的法治是有一个比较的 好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聊天室发问 或者举授也可以 在这个时候我也想借机会问一下Eva 其实在你决定参加这个计划的时候 当你有机会 大家要重新整理这个服务内容 特色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或者有些事情 可能你之前没有意识的 但反而是填寫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原来有些事情 是之前都没有想过是这样的 会不会有这些分享 都可以跟我们说 有啊 因为其实我们原本是 我们针对那些长者 他真是足不出户 即是在家庭的那些老人家 但是呢 我们做一下 疫情缓和 那些人开始出街 那结果呢 我们在收件事的时候 最后那十几个老人家 其实他们是一些 就是比较mobile 或者是他们的教育水平 就比较好一点 就是年轻一点的老人家 但是呢 我们就发觉了 如果这一班老人家去 就是参与我们的计划里面 其实我们应该是在 那个empowerment 或者是在一个 就是怎么样去强化他们 去管理自己的健康那边 是要做多一点的 那反而这班老人家呢 他们的基础呢 就在那个research那里呢 就看到真的 就是好了很多 那也是我们 跟我们原本打算 就是这个服务 是只是服务 一些出不了街的老人家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下一个2.0 我刚才所说 其实我们就推前了 就是将我们可以加入 我们那个计划的老人家的税数 我们再调低了 是的 让整个project的定位 就不是做一些remedial 是的 一些病发了的老人家 我们就做多一点 primary health care 治疗性 以及更多一些疾病的管理 那整个我们的2.0 那个定位呢 是twist了的 那还有第二件事 我讲漏了 但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就是刚才视频 最后最后的那个 三秒 是的 大家会见到 我们有很多partners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家 不要只靠自己 跟伯伯说那句一样 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都不行的 是的 要多些人一起做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多些找多些partners 一起去做 也都其中一个指标里面 都在讲 你怎么跟别人协作 那我想那样东西 都是现在社会服务的 上年大概收到多少份申请 那这个我都可以回答的 那其实我们上一届 其实我们是收到96份申请的 那所以我想最后 其实得奖的项目 是有10个得奖项目 那当然有些项目 是拿多个一个奖项的 那所以其实都真的 是一个很 我想真的是很 很厉害的项目 在一个这么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 都恭喜EVA和西贡区社区中心 好 看看大家 我想可能多十几二十秒 我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去到这里看看Raymond 又或者Yvonne 有没有其他东西想补充 Yvonne 我一点补充 刚才承车Ricky说 虽然竞争都激烈的 不过都鼓励大家 真是尝试去参与 因为我想在去年的改革里面 很多机构朋友都反映了 就是那份表是难填的 不过反过来 就是因为它会帮到大家 去怎么样 将你们做得很有成功的格 或是从一个这样的角度 7加1里面 去做一些整理 因为我想在我们的发展里面 其实要好好整理的经验 是我估计非常重要 当然在整理过程里面 如果能够获得评审 去加他 这个是我的一个 act of value 我们也鼓励大家 積極参与 第二就是我想 刚才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着重在业界内的交流 所以透过大家的参与 其实我相信它对大家 或者对行业本身 我们专业发展也很重要 所以也積極鼓励大家 是参与的 谢谢 Yvonne 有没有其他补充 没有了 好 我想像刚才Raymond这样说 我想就算成功 和最后未必入选的计划 其实我们之后有些分享会 有不同的交流环节 其实都会帮大家一起去分享 和互相学习的 我认为另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 因为透过参与计划之后 其实可能有时 比如你面见评审的时候 有些讨论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 很讨论的讨论 可以令到大家再进步 其实如果之后再想 其他相关的服务 其实是没有什么 之前是可以 再想多些的话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很难得有些评审 真的就着你们的计划 给你们一些意见 我看见 应该在check room 也没有其他新的问题 不如我们 今天的时间应该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最后 帮我们 帮我们 帮我们的电话 可以搜索搜索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对今天的解架会 和分享会的意见 还有我想最重要的是 希望可以在 前期的奖励计划 见到大家 多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拜拜 拜拜 谢谢 也谢谢Yvonne 谢谢Raymond 谢谢Eva 拜拜 谢谢 拜拜